把切成块的萝卜糕 沾上蛋液和面包粉 放进锅里油炸 起锅后加上不同的酱料 像是咸蛋黄或棉花糖可可 有咸的也有甜的 很有年轻人的创意 和一般的吃法就是不一样 就蛮多口味的 就有金沙然后鱼卵 大部分可能早餐店吃到 就是碎掉了 可是它其实就是比较扎实这样 擦椅嘛 盖盖香 对 然后它的酱油 它的料也很好 好几次的 N次的 是从它开店到现在 更特别的是 萝卜糕还可以生食 把萝卜糕切片不用油炸 再撒上鲸鱼片和葱花 淋上特制酱油 就是店里限量供应的 凉拌萝卜糕 敏君很自豪的说 因为是纯米制作 才能够做出生食等级的萝卜糕 我们泡米要三个小时 然后煮浆到磨浆 磨浆煮浆大概要一到两个小时 然后蒸就大概蒸三个小时的时间 因为其实如果你有加一些 玉米粉 马蹄粉 当然它热的时候 都是口感是非常好的 就是它会Q 但它其实在冷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偏硬一点点 那它没有加热的情况下 你要做这些凉拌 还是怎样就会比较 就是口感上会差一点点 冰箱拿出来就可以 像做生菜沙拉这样做凉拌的 对对对 搭配一些洋葱小黄瓜一些蔬果 就会很好吃了 看敏君的刀法和对食材的讲究 很有日本料理的职人精神 原来它曾经在英国经营日本料理餐厅 因为不舍加传一夹子的好味道失传 才回台创办萝卜糕品牌 也坚持祖传唇米制作 让客人吃到食物最原始的味道 那它这边是好像比较有点日式的感觉 让你吃起来会有一点回味的感觉 就会想要再回来 其实会想要接是因为我觉得 萝卜糕是一个有传承意义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我之前是做日本料理的 然后有一些餐饮经验 那就想要创业就把它做结合 那我们家做萝卜糕做三代了 所以我就把它以往我在日本料理的经验 做一些创意的去把它延伸出来 让更多年轻人或者是更多的客户 都可以吃到不一样的萝卜糕 虽然有祖传的好手艺 但开店自创品牌之后 还是遇到店租和广勋的问题 还好参加了市府青年局的 青年创业辅导计划后 才站稳营运的脚步 我有申请一些补助经费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刚创业的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因为其实创业 一般年轻人创业都不是 资金都不是非常的宽松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制作萝卜糕费时费工 但敏君坚持传统做法 又加入创意新吃法 让这项在地传统美食 持续获得年轻人喜爱 这是我们生死等级的凉拌萝卜糕 好吃哦 记者王仲海赖畅帮高雄报道